过了后四天的自主防疫 外出前的阴性证明是由旅馆人员来判定 那么该如何定义还有证明 外出买必需品以及工作期 这些都是问题 另外后四天的自主防疫 如果是在外过夜将要开发15万元 但入境旅客 如果白天在市区里头爬爬灶 甚至是长时间参加聚会聚餐 恐怕也无法管理 地方政府现在怒哄中央了 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 国内15号放宽入境减一天数3加4 仅需三天居家检疫 加上四天自主防疫 但乱象却不少 规定入境旅客后四天 持两日内快晒阴性 可外出采买上班 快晒阴性证明 目前交由旅馆人员自行判定 对于我们后勤单位来讲的话 的确是有一些额外的一些工作的负担 当然有这个专业来判定的话 当然是最好 但问题是如何证明旅客是外出工作 甚至采买必需品定义证明都是问题 而且若旅客3加4选择防疫旅馆 需签署相关声明 后四天超过十二点不得外出 若未归防疫旅馆人员将打电话联系旅客 最后通报地方单位 唯一者将开罚十五万元 自主防疫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跟你般正常人一样 你也没有电子为例 所以这的确对地方政府造成大的困扰 到底要管还是不要管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中央明确的规范 不止地方政府抱怨 旅馆工会全联会理事长洪从元也直呼 官方公布政策前不事先咨询 事后也没拿出指引 变成民众旅宿业者与政府三书 如果入境旅客外出长达数小时 甚至去大型聚会唱KTV 业者也无法追查 恐会增加社区传播风险 管理入境旅客重贷落在旅宿业者身上 后四天民众能外出 但不能回家也是争议点 相关单位只希望有明确指引 否则只会衍生出更多乱象 记者欢迎订阅三驱台北采访 报道